季孝顾在吃早点,见到鱼叔,放下了汤勺,仔细地打量,没说什么,但鱼叔瞧得出,他的眼神是满意的。 吃早饭了吗? 还没有。 先饿着吧,防着丢愁,得。 为了不让他临时找茅房,早饭都省了。 还是季孝春和季孝谷一起,今天出门没坐马车,而是抬了三顶轿子,一摇一晃地从东门出去,往薛家的别馆走。 鱼叔坐在轿子上,饿着肚子,勒着腰,晃晃悠悠地到了地方,轿子猛一停,差点把隔夜的饭都吐出来。 好在他身体强壮,坐了几个深呼吸便调整过来。 脚帘一掀,就把手搭给了外边的秋香,弯腰下轿,不忘记拿扇子捂了嘴。 路边上是一座宅院,黑漆漆的木门紧闭着,门头上的匾额只有一个流经的靴子,门窍上垂着两只大灯笼,红纱衣,黄蒲碎。 纪孝春使小厮上前敲门,过了一会儿,鱼叔就见门支压压地被里边拉开。 有个包着头巾的仆人站在门槛里,对着他们说,"是纪家二位老爷,我们徐总管在里面等着呢,你们进去吧。 虞叔跟在纪孝春纪孝谷的后边进了薛家别馆,借着扇子的遮掩,瞧着路上的花园景色,心里头想的却是巷子口卖的芝麻糊和韭菜饺子。 仆人把他们领到了一间会客厅门外,虞叔瞧见,屋里头坐有三个人,见到纪孝春纪孝谷只是从座上站起来,并没有上前迎客,显然并不热情。 反倒是纪孝春和纪孝谷面带微笑走了进去,虞叔听见纪孝春称呼那个板着脸的中年人叫徐管家,然后他们就是一番介绍。 徐丽指着身后的二人说,"这位是周相师,于明三年大掩饰相书一科的石甲,这位是何义师? 语明六年,大掩饰两科百进,现在都在我们薛家做事儿,这次太公吩咐,特意带了他们来。 在一学世家的子弟面前提大掩饰,分明是在给他们下马威。 要是当年过了大掩饰,两兄弟不至于一个丛商,一个刘府,早同纪老爷子一起上京城混了。 纪家两兄弟面上围持着笑,心里头怕是要骂娘了。 虞叔知道这里头微妙,拿扇子掩着嘴上的笑,津津有味地瞧着纪孝谷给人装孙子。 喉咙不干了,腰不疼了,就连肚子都不饿了。 但很快,她就幸灾乐祸不起来了,因为几个人一扭脸,就把话题转到了她的身上。 这就是恋爱吗? 徐丽看下门口,就看见一个姓黄山柳不群的小姐,身姿挺挺地站着。 一半燕红扇荡了面,额头密白,只露出一双六条眉并对着一对杏眼,神色甚是乖巧。 徐丽有些意外,没想到,纪家这陪搭的小姐,还是个四模四样的女娃娃。 啊,正是小女。 纪孝谷抬手示意于书过来。 于书,见过徐总管。 于书听话上前,低头时放下了扇子侧身行礼后,抬头前又拿扇子挡住了面,刚好没有露出脸来。 动作流畅的,让知情的纪家老二看得惊讶不已,半点都瞧不出这是之前那个因为偷鱼被撵出家的贼丫头。 打过照面,各自落座,纪孝谷拿了余书的八字盒户籍出来,对方当场便力挂策算,约摸是半住相后就有了结果。 此女八字却是命格低贱,气韵轻薄,同大少爷的八字相照,并无客类的征兆,用来抵运,无有不可。 于书最近整天被人见命见命地说着,都听出抵抗力来了,听他们议论自己的八字,还能一心两用地去莫被六摇断法的签字口诀。 可否让在下关一下面。 那周相师提出来,纪孝谷冲余书点点头,余书便将扇子放下来。 这八字是有记错,也可以伪造,但面相有动有镜,是断不能胡改的,从这点就看出了薛家的谨慎来。 平平碌碌,不清不官。 嗯,确实和八字相合,没错。 前头看着是顺利,听那周相师判断,纪孝谷和纪孝春的神色都放松下来,不想,紧跟着就出了状况。 咦? 周相师突然站起来,朝余书走近两步,说了句冒犯,便紧盯着他瞧了几眼,一皱眉头,问道。 小姐,近日可有亲人,遭逢血光之灾。 于书眨了下眼睛,扭头去看纪孝谷,这一看不要紧,便露出了窃来,证明确有此事。 纪孝谷见情况不对,急忙对面露一色的徐丽解释的,啊,是这孩子的弟弟,前几天调皮被我打了一顿,同他无关。 薛家现在是要的能给纪星璇嫁过去铺路的贱命女,不是会祸类三清的寡命女。 于书的八字是没有问题,面向上却出了差错。 能从面向上看出亲人有灾祸,这灾祸起因,多半都同代相之人有关。 这常识很多人都知道,纵是纪孝谷这么解释,也不能让徐丽放心。 他没有理纪孝谷,扭头用目光询问周相师。 周相师一思索,看着于书。 等三日吧,我再看他面向上这灾象会不会散,若是动向就无妨,若是静向,那此女便不可取。 不可取? 纪孝谷比纪孝春还先变了脸色,勉强笑道。 徐总管,这…… 三天,你们三天后再来吧。 徐丽起身,打断了纪孝谷的话,摆出了送客的姿态。 纪家兄弟行之,多说无意,无奈起身。 啊,那我们就先告辞了,三日后再登门。 我送二位出去。 徐丽惊天还算客气,没有直接喊仆人把他们送走,而是亲自送出了门。 于书走在最后头,瞧见纪孝谷扭头冲他瞪眼,无辜地冲他耸得下肩膀,使他自作聪明地毒打了于小修来威胁他。 现在坏了事,又不怪他。 这薛家请来的相师还是挺有两把刷子的,单看他面相就能断出来他弟弟有事,难怪纪家不敢随便找人糊弄人家,要用他这个名正言顺的狗屎命。 不过,那祭司小姐的命格,果真就那么高吗? 嫁个人还需要专门先送个命件的,去给他铺路这么麻烦。 要找不到狗屎女,又找不到真命天子,岂不是要做一辈子的老姑婆? 余叔不怀好意地揣摸着,一行人到了大门口,季孝春一手示意徐丽留步。 他先下了门前的台阶,转身正要招来接对面的轿子,却听见一阵的马蹄声从身后踏来。 几个人回了头,就见街角的一匹马正朝这边急驶而来,转眼就冲到了眼前。 细笑谷细笑春,慌忙地后退了步子躲避,听得一声低齿,缰绳抖落,马蹄子堪堪地从两人身前擦过去,夹带了一股戏弄的恶意。 余叔顺着马蹄往上看,先是瞧见了一双赤头黑靴,再来就是竟扎着裤腿,鹤红的腰摆,宽肩的绣纹。 再往上瞧,太阳刺疼了眼,他撇过头,差一点没能瞧清楚人脸。 大少爷,徐丽跨出门槛,上前去给薛大少爷牵马,仰头问道, 你怎么一个人出去了,这一阳城,你又不熟,宝德呢? 大少爷,季家的大少爷,那个没命娶祭祀小姐,偏偏又想娶祭祀小姐的薛家大少爷。 余叔的脑子转过弯来,正要抬头去看,想起来,刚才差点被闪瞎了眼,忙又把头低了回去,竖起耳朵听着他们说话。 他们是谁? 薛大少没有理会徐丽的问题,马鞭子指点了刚才差点被他撞到的季孝谷和季孝春问道。 难为季家两位老爷,方才差点躺在了他的马蹄底下,现在却还要装出一脸的笑。 徐丽道, 前天晚上不是见过吗? 这两位是季家的老爷,那一位是季家小姐。 季家小姐? 姬心玄? 一声疑问,显然这薛大少是没有见过祭祀小姐, 不然,单凭着身段也不可能认错人。 文言,于叔感觉到那马上的人看来他的视线,低头装傻,真不巧, 他既不是季家的小姐,也不是季心玄,他是狗屎女。 不是,这是另一位小姐,于小姐。 哦,这一声拖得稍长。 就是那个,要硬塞给我做妾的丫头。 哼! 在场的,谁都能听得出来,薛大少爷最后一声是冷笑。 于叔更是从里头嗅出来几分不屑的味道,貌似还是冲着他来的, 顿时让他就对这素被谋面的薛大少生出了一股恶感。 场面有些尴尬,既孝春既孝谷,走也不是,呆也不是。 想同这薛大少爷搭一句话,偏偏人家都是不正眼瞧他们。 也是,这婚事没有说成,两个人都还不是岳家的身份。 在人家薛少爷眼里,不过是两个没品没级的人,没道理强求人家对他们尊重客气。 咳咳! 徐丽清了嗓子。 二位请回吧,三天后再说。 既孝春连忙应当,啊,好好,那我们就告辞了。 两个人走向轿子,于叔扶着丫鬟跟在他们的身后头。 团扇子遮住脸,不知是不是错觉,他总觉得那薛大少在盯着他看。 走到了轿子边,轿夫压了轿头,他弯腰上轿的时候,心里一动,就扭了头,看向门前的那匹马。 目光往上移,避过了阳光,就瞧见了一张神采傲慢的脸,一双嘲讽的眼睛。 咯噔! 他两眼瞪圆,不敢相信地眨了眨眼。 可那张被阳光照的清晰明亮的脸孔纹丝未变,鼻是鼻,眼是眼,分明是一模一样的脸孔。 不过是额前多了几缕碎发,换了一身衣裳,但那全然陌生的神情,不一样的口音,却叫他不敢确认这是他认识的那个人。 是他吧? 是他吗? 你看什么? 薛瑞扯回了缰绳,手动一动,马儿听他的话转过身,朝前走了几步,居高临下地看着轿子边的虞书。 虞书莫名地有些紧张,他把手里的扇子拿低,露出了枕张脸,仰着头,用旁人听不见的音量试探地小声唤道。 曹大哥,薛瑞皱眉看着他,脸上全无异胆熟悉的样子。 你说什么? 虞书盯着他的脸看了看,暗笑了一声,举起了扇子。 啊,没什么。 他一低头钻进了轿子里,叫夫扛起,快步跟上了前头的两顶轿子。 薛瑞看着那三顶轿子拐脚不见,摸了一下下巴,一个翻身下马,将将绳神交给了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的徐丽。 这技家可真有意思啊,哈? 徐丽不置可否。 大少爷,宝德呢? 我怎么知道? 薛瑞缠着手中的银骨马鞭,大步走进了庭院。 徐丽就牵着马站在门口,等了一会儿,就听见另一面街头上传来喊声,抬一眼就见一匹马急匆匆地跑来。 少爷,少爷,等,等小的。 虞书自觉和曹子欣的交情不是一点半点,别人或许会认错,但曾经朝夕相处过,抬头不见,低头见。 要是他换了发型,换了声衣裳,说话声音放低了些就认错了人,那他就真白长了一双眼。 除非这世上还有第二个人,和他长得是一模一样。 一路回到记家,虞书都在疑惑着,曹子欣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薛家的大少爷,又为什么装成不认识他的样子,是有难言之隐,还是摔坏了脑袋,把他给忘了? 综合了事故概率,虞书更倾向于他是别有原因。 听那徐管家说话,似是不知曹子欣曾在易阳城生活过几个月,难道说是因为这个管家有问题? 因为可供分析的信息太少,他思前想后不得其解,迟迟才记起来,自己这会儿应该气愤才对。 这家伙,明明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,当初都不晓得对他大方点,一天才给他十个铜板的工钱,还让他干这干那,可恶。 随即又是一惊,既然曹子欣就是薛大少,那岂不是说他其实要被送给曹子欣做小妾? 啊,呸!这个想法一冒出来,虞书就浑身冒冷汗,还坐在轿子上,就从袖口里摸出了从不离身的铜板,握在手心里,想要凝神凝气,却总不能集中精神去求补。 抛了几次都是空挂,不得粘,最后只能泱泱地把钱收起来,捶了捶大腿。 半路杀出个城咬金,这一下,薛大少成了熟人,他原本的计划只能被迫暂停,当务之急,就是想办法联系上曹子欣,最好私下里谈一谈,看看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,好端端地去扫个墓,都能扫成另外一个人。 不管怎样,对于曹子欣变成了薛大少,虞书还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,是有非敌嘛,没准还能合作一下。 不过,刚才那个顶着一张曹子欣的脸,一副桀骜不逊模样的人,还真是让人看不顺眼。 轿子在祭府门外停下,虞书跟在祭孝春和祭孝谷的后头进了大门,前头两个脸色都不好看,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 虞书拿扇子捂着嘴,窃笑了两声,就见祭孝谷突然扭头,阴着脸看着他。 你很高兴,虞书把头一摇,没有啊。 祭孝谷轻哼了一下,白手对下人说,送小姐回房。 虞书摇着扇子跟着下人走了,还能听到后头祭老二的埋怨声。 哎,这是怎么回事儿,分明什么都看好了,又冒出个血光之灾。 回到小院子,黄婆子就在等着他,把他身上的行头都摘了,留下个空架子给他。 虞书二话不说,解了裙子,把腰腹的束带拆了,撩起衣摆一看,白嫩嫩的小腰上都勒出了红印子,真不知道他还能忍几回。